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半年开始忙 之前我们编导跟我聊天 说这个您看咱们郭论也开始的 节目一开始我们对外宣传的 您要给大伙讲历史 讲明著讲这讲那个 有些个明著您是不是得说说了 我说是啊 我说我知道的明著就是郭德纲向上选 他们就乐了 他们说那个您跟我们聊聊西游记得了 说我们在那个您的那个单口相声里边曾经听到过 说您说过西游记 您的理解跟别人不一样 我这一下难住了我了 人家有专家啊 人家各处去跟人讲西游记如何如何的 在这个取义里边呢 西游记其实提的也多 过去我们说书的老先生有说西游记的 那会儿来说连说西游在卖糖 就是一边说书 说差不多了 挂弄一扣子 然后这就开始了 把那个什么佛手陈香饼啊 什么各种药堂啊拿出来了 你买买完之后他接着说书 有这样的老先生 但是到现在呢 其实说西游记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您想啊 这个故事耳熟能详 不管多的岁数的 不管什么样的人 一说西游记 唐僧师徒取经 带着解图 这没人不知道啊 而且各大电视台也拍国外什么 美国的日本的越南的泰国的 哪国都拍过西游记 当然了 他们拍那西游记各式各样的啊 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只能说这东西大伙都喜欢 我倒是单有这么一套西游记 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当年我说过西游记 就是因为啊 这西游记啊 既好说又不好说 好说就是人家 原故事所提供的东西特别的好 但难就难在这了 你说你照那说 人家干嘛非得听你的呀 所以说 每一个说书的艺人 其实他的东西呢 跟别人都不一样 这样的话呢 我当年就一直在 弄了一个自己的西游记 其实也是在人家的基础上 有所调整 因为每一个人 这个表现手法 它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那会说书的时候 人家茶馆的老板 真捧我 这个给门口挂了个牌子 说这个 还写个名字叫锅西游 后来老男的开玩笑啊 我说这个 老太太们到门口来 以为这个排队是 卖锅的 这锅还成西游 那是脑子玩 但是我在咱们 郭论这也没法说 把我那西游记全说一遍 那全说一遍 这一年的时间也不够 而且咱们是郭论 就得论一论 跟书有关的东西 听一听我那些个见解 当然我这些见解 也跟您各位是比不上 如果这要聊的话呢 就聊一聊 跟西游记是一样 但是细节上有差异的 另一个西游记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您哪里看过啊 原杂具 也有一个西游记 就是原末名初 有这么一个杂具的名家 叫杨景贤 杨景贤这个杨先生能力挺大 博彩民间住家之长 弄了这么一个杂具 叫西游记 这个西游记呢 跟咱们现在所知道 吴承恩先生西游记呢 当然大体的故事是差不多啊 但细节上不一样 另外他有人家这个 有些个很大胆奔放的地方 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叫杨景贤 也叫杨景延 昊汝斋先生 他是个蒙古族 这个姐夫啊 那会儿啊 他到了这个前堂 他是跟他姐夫一块儿去 流落到前堂 所以说呢 就是您要上网查字 有人说的是前堂人 说他姓杨 都是因为从了他姐夫 他的生族年月啊 也没有一个准确 只能说大概 因为据资料来说 他应该是就生在公元 1333年附近 因为那会儿是元顺帝 托欢铁木尔继位之处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其实巨作家 社会的地位在低下 所以说 这位杨先生 生平世纪啊 什么创作的活动啊 有什么好事好事啊 什么这些事 有没有完全详尽的记载 但是说 有些个资料里边 还是写过他了 另外说他在永乐初年 就是明朝的时候 永乐初年 上得宠于朱明 通过这个呢就推断 他就是元末明初 这么一个戏曲家 说这个好戏虐 扇皮吧 又能弹弦 还好开玩笑 岳父出人头地 说这么一个说 但具体的怎么着 没有太多的介绍了 《西游记》呢 是吴承恩先生的作品 这个都知道 但是呢 这个故事 可不是从吴承恩先生 那开始有的 这个雏形是特别的早 也就是说 在吴先生写《西游记》之前 各种故事 民间讲故事的也好啊 什么写民间文学的呀 这各种故事会啊 好像就类似这个吧 就民间艺术领域里边 有关故事很多 哎 但是吴先生很厉害 吴先生把他是 集住家之长 出了这么一个西游记 但杨先生的杂剧呢 这个 又另一回事了 他不一样 他的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处理方法 还是挺好玩的啊 这个我 反正我也看过这个啊 我们可以大概聊一聊 就是杨景贤写的这个西游记 你也听听跟吴承恩的 有什么区别啊 他这个一上来 就是观世音先出场 菩萨 说的还挺细致啊 我 观世音 我家住在哪儿 南海普陀 洛切山 七真八宝寺 紫竹 沾滩林居住 你看这个啊 住在哪儿 哪个庙 什么什么地儿 说的不是清楚 说这个西天竹 我佛竹来那儿 有大葬金经 五千 五千四十八卷 是五千四百八卷 我忘了 五千来卷吧 说得找人来取 找谁来呢 得找一个这个西天的尊者 这位叫 毗卢切尊者 让他脱化于中国 淮印海州洪农县 陈光蕊家里边当儿子 长大之后 让他出家为僧 然后往西天取经 这陈光蕊到后来 我看 吴成的那个版本里边 也是这么用来着倒是 这个长大出家为僧呢 就是先从他爸爸说起来 他爸爸当官了 陈光蕊 洪州之府 这个娶媳妇的殷氏 是大将殷开山之女 也不知哪边 您听过评书 这个隋唐远义 里边有大将军 殷开山 那位就是唐僧的老爷 殷开山 他爸他妈 这是要准备上阵去 洪州之府吗 当官了 这个船呢 是准备找一个合适的船 在百花殿上 江口这 从这走 说歇着密两天 顾船 带洪州去 到这开始 神话故事就来了 陈光蕊啊 晚上去这个江边 买了一尾金色的鲤鱼 有卖鱼的 说您看这个鱼多好啊 这鱼啊 金色的很漂亮 啊 他说这不错 这会儿呢 他媳妇呢 就是殷氏啊 殷开山的鲤鱼正好怀孕了 八个月 又买个鲤鱼 给他这个熬点汤喝 让他能下奶 对身体好 这个到现在 民间还是这么个说法 喝鲤鱼汤 喝这喝那 喝那羊棒骨头汤啊 还有个窍门说 喝那个牛鼻子炖的汤 说这都是给这个产妇下奶的 我也没喝过 我知道是这么几个说法 哎 这有一个金色的鲤鱼 买吧 陈光瑞就买下来了 买到手里 没想到这个鱼 冲他眨目眼 这就是神奇啊 人家设计这个东西巧妙 鱼你也见过 不管河鱼海鱼啊 那个鱼眼珠子 没有动的 也没有说鱼晚上睡觉 是闭上眼的 鱼都是睁着眼的 但是这个 金色鲤鱼 炸面了 当时吓一跳 因为陈光瑞听到一个传说 说这个鱼炸眼 避龙也 什么意思 说鱼要能炸眼 不是鱼 它是个鱼 龙 很厉害 当时心里边说我别吃它了 就把它又丢到江里边去了 那就做了这么点好事 这井跟着不是找船吗 就找来了 找了这划船的这种叫刘洪 不是好人啊 电视剧 这个两个版本 其实是一样的啊 您看这个吴承恩版本 也是水贼刘洪嘛 找了他 在江上 其实是以打劫为工作 是个专业的水路上 劫财的一个土匪 那到了船上 找一机会 就给唐僧他父亲 陈光锐 就推到江里边去了 然后跟这个殷氏就说 我很爱你 我喜欢你啊 你漂亮啊 你看你多好 多胖啊你啊 白白胖胖的 殷氏说胖是因为怀孕了 怀孕我也爱你啊 你就跟我过日子吧 殷氏说 我要是跟你的话 这依我两件事 就是等我分娩了身孕 我生了孩子之后 而且要等这孩子 三年孝满 为什么呢 孩子三岁了 呃 爹死了 这儿子得守孝三年 那我才能跟你做夫妻 这刘洪真 那好啊 那要不是刘洪真也是啊 要换人家没脑子的 也不会答应的啊 他这个不光是没脑子 他一点脑子也没有 就同意了 那么 陈光蕊就推到海里边去了 江里头啊 这个 这点地方其实是说的都差不多 但是那条金色鲤鱼 确实不是普通鱼 是南海小龙 为了赴分龙宴 分龙宴嘛 这个据传说吧 这龙啊 每年他都有这么一个大聚会 就是龙们有这么一个party 大家在一起啊 吃饭 还有说法呢 就是借这个机会 海里有龙门 龙门要升高 然后鲤鱼要跳龙门 跳过去 这围龙跳不过去呢 就还是鱼 这叫分龙宴 这南海小龙在分龙宴喝多了 喝多了 最早在沙滩上变成了金色鲤鱼 这才被人家逮走卖 没想到 让陈光蕊买着了 哎 这个回去之后酒也醒了 就是这个 人家对咱有救命之恩呢 是不是 所以这会儿一瞧 陈光蕊推到水里来了 那赶紧让水神救护 啊 在水晶宫殿 养他十八年 十八年之后 等他夫妻父子 然后团圆 就与此同时 观音菩萨呢 哎 也传了一个法旨 说这个披罗切尊者 你唐僧来之前 在西方是披罗切尊者吗 披罗切尊者近日有难 吩咐巡海叶插 沿江水神紧紧的防护 啊 这一掉水 哎正好小龙子又会 圣僧罗汉掉水了 种水族们 腾云下雾 就把这个小孩就弄起来 为什么弄起来呢 因为这个生完了孩子之后 留红不要 原来许的 他说这个 生完之后等三年 等不了了 生完就扔啊 就扔 扔到水里之后 这爷儿俩都掉水里边 一个是养的水晶宫 一个是小唐僧 啊 他那会儿还不掉唐僧了 就是小孩呗 啊 水贼流红 他不不存着孩子 啊 你也生完了 甭等三年 咱俩现在结婚 这孩子别要了 扔水里边 扔水里边了 南海小龙 就把这孩子 给送到金山寺去了 金山寺 有这么一个老方丈 叫丹霞禅师 是庐山无祖的弟子 在金山这住着 夜里做梦 啊 这个 有前兰相报 有神仙来告诉来了 说明儿啊 早上起来 你们这来了不起的人 来这么一个 这个西天啊 披露切尊者 你们赶紧 这个壮中焚香迎接 没来啊 哪有啊 别看没有 小和尚从河边 捡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什么呢 这就是 小唐僧出生之后 啊 刘虹说 把他扔掉 母亲没有办 办法 就把他扔到一小匣子里 一个大漆的盒子 里边装了这么 两股金钗 还有一封血书 啊 另外呢 这个为了母子相认呢 把孩子那个脚上的 小个的那个脚趾 哎 咬下来了 所以说要从这个角度出发 在整个西游记里边 唯一吃过唐僧肉的 就是唐僧他妈 头一口就是他吃的啊 所以我觉得他妈应该是 这个长生不老啊 这个小和尚就把这个 装孩子这匣子就抱进来了 说长老您看看吧 啊 原文上说 说抱个这孩子来 寒光闪烁 一乡富人 那这孩子抱着手里边啊 金光灿烂 而且一闻这味啊 呵 喷香 哎呀 老和尚闻这直夹一嘴 太好闻了 很香啊 一看里边呢 有金钗两骨 有雪书一封 啊 写着呢 因是雪书 此子之父 乃海州洪农人也 兴臣民恶子光蕊 官拜洪州之府 邪家之刃 买州得江上留洪者 江府推坠水中 冒名作洪州之府 有夫一妇之子 就任所生 得满月 贼人逼迫 投掷于江 金钗两骨 雪书一封 人者连而就之 此子 贞观三年十月十五日 子时见生 别无名字 换作江流 所以为什么唐僧有个小名 叫江流儿呢 就在这儿 就是他妈抱着他 到河边这儿来 然后这孩子 顺着江水漂流 得了 给我们孩子请上江流吧 是这么个意思 一说这个话 这个老和尚啊 丹霞长老子一愣 怎么呢 你看这上面写着 十一月十五号 投掷江流 今天十六号 这什么天呢 是冬天最冷的时候 就这一晚上在江上 他都没死 老和尔说了 一夜至此 岂非一人乎 必切来所抱着师爷 这些昨晚上 神仙给我托梦 说这是这个 跟我说的 西天那个了不起的尊者 得了 那金钗呢 就给了门口那个渔翁 因为是打鱼的渔翁 捡着之后 给了小和尚 这就给他吧 然后这儿的门口 先找吧 得找一个 那个牛奶的 那个女的呀 看看是 有没有心没了孩子的 乳娘什么的 拿钱请他 咋着喜 老和尚就把他 算是留下来了 江流儿 七岁能闻 十五岁 无经不通 本宗性命 了然洞彻 老和尔给他起个名 叫玄藏 玄者庙爷 藏者大爷 是大德玄庙之机 所以起名 叫玄藏 一晃 到了18岁 18岁之后 这个 老和尔跟他聊天 跟他说这些事 然后这唐僧 又到洪州 见母 这个地方 我们京剧有一处 也叫唐僧任母 他有一个大堆的 高拨的畅项 然后其中带着 很多的佛号 唱各种的佛 这是南派京剧里边 挺独特的一出戏 现在也快失传了 就唐僧 扮成行脚僧 到洪州 见母 这是走的时候 这个师父说 你去找吧 怎么怎么样 拿着那个 当年的这些个印记 这才来 到了这之后 按照师父所说的 这东西 最后找到这了 也见到母亲了 然后这个 打官司呗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得把这个刘虹 得抓起来 就先到洪州太守 这去告状 这个洪州太守 是于世南 这个历史上 有这个人 于世南生姓 陈敬寡玉 是一个特别 爱学习的人 经过好几个朝代 你看在这个 陈朝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 好多人都知道 他是大才子 到隋朝呢 是秘书郎 起居社人 隋朝灭亡之后 窦剑德 任命他是皇门侍郎 那么李世民 灭了窦剑德之后 那于世南 又为亲王府的参军 洪文馆的学士 他跟这个房玄龄 这帮人是共长文汉 被称为十八学士之一 到了贞官年间 那官越当越大 什么著作郎啊 秘书少监啊 秘书监啊 就当这官 后来又什么永兴县呢 永兴县宫 反正人都称叫做 于永兴 于秘奸 这种长得据说是很一般 而且身子骨很单薄 但是性情刚烈 直言敢见 就给唐太宗 爱他爱的都不行了 贞官十二年 于世南去世的时候 八十一岁 那个年头说实在呢 这个能活八十一岁 就了不得了 那获赠礼部上述 嗜好文仪 配藏昭灵 在贞官十七年 会图灵严阁 我们老顺利句话说 是哪个那大臣最后 灵严阁标明性 啊 就是 大臣里边能在灵严阁上 有一张相片 啊 有您的画像 那就说明国家器重 哎 这个故事里边说的是 于世南在这儿 做红州太守 拿个唐僧告状一告 就告准了 就拿刘洪啊 于世南派人 把刘洪拿来之后 刘洪是大恶霸 大水贼 杀人放火呀 啊 上堂来瞎说八道 于世南根本就没理他 啊 原文上说这么几句话 故既引此贼 直至大江水 尖刀泼欺负 鲁县 陈光蕊 啊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别废话了 给他弄到江边去吧 他不在那儿 给陈光蕊推去吗 在那儿 拿刀子被肚子切开了 也算是让陈光蕊啊 痛快痛快 这么个意思 这儿都安排完了之后 在江边上 唐僧给他爸爸 念了一个记文 为贞观二十一年春 三月朔日 南玄奘 仅以清卓树修 致祭于王考 洪州之府 府君之灵月 人之父母节得供养 皆我王考 一无所孝 孤子为僧 父仇江上 母士归宁 父魂飘荡 斩贼献福 不胜悲怆 江风萧萧 江水荡漾 敌生在祖 致久于昂 府君有灵 来自昭祥 爱在上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